林冲好整以暇地伸手抓住我的棍子头,然后用自己手里的棍子顶住我的胸口,把我推了个跟头,在旁边围观的人无不大笑啊,我坐在地上,满怀期盼地等林冲夸我,就算按照套路,他也该看我这一枪虽然看似无力,但根骨极佳了吧。 林冲失笑道,哈哈哈哈,原来你是一点根基也没有的呀,废话,有根基还要跟你学呀。 林冲把手里的木棍照地上一块石头一点,啪的一声,那石头建成了几点碎末,他说,你什么时候达到这个程度,我再把林家枪传给你。 我算看出来了,他是拿我当礼拜天过的,我要达到这种程度,在这个时代也算半个神枪无敌了,还学个毛啊。 我把棍子递给杨志,说,你们玩吧,其实啊,我对打打杀杀的不感兴趣。 林冲把碎石子一点点的碾成了粉末,说,嘿嘿,其实这也容易,你只要把他们看成是烂苹果,出枪之前,先想象一下他们被点碎以后的样子,就行了。 原来林家枪其实就是最早的维新主义,哼,再不学了。 话说呀,我也二十七了,不像十七八的愣头青半大厚生,还有大把的时间装傻充愣,可以抱着棵树苗练抗龙后悔,要么跟同龄似的绕三年大树。 这么干,也不环保啊,看来苦修不适合我,我还是等着天庭啊,给我发工资吧。 安道全,等我又坐下,摸着胡子说,刚才我给你看过了,你的肾没问题,但整体偏虚,不易练武,还有,还有,你有脚踢。 这时,金大尖已经把所有碎片都粘在了模型上,那个纸筒现在看上去,像个芝麻糖似的。 他说,现在就剩粘合了,等粘好以后,倒上水,把纸泡烂,然后刷的冲掉,就完好如初了。 不过呀,我得花时间准备特殊的工具,大概需要几天时间。 二百万的东西,就这么靠一张纸和一个生鸡蛋,又回来了。 我老家好像还有把破叶胡,不知道他能不能补啊,那叶胡据说是我三爷爷当兵那会儿啊,缴获国民党一个少校连长的。 然后我想起了酒吧的事,我问金大尖,菜园的张青跟你们一块儿来了吗? 不等老金回答,我忙说,哦,算了,就算来了,也不能找他,老往酒里倒门还要受不了,再把人做成包子,非整出震惊全国的大安药案来。 我挠挠头,问金大尖,哎,你们这批人里头,还有谁会做买卖呀? 金大尖摇了摇头,安道全在一边说,呃,你是要开铺子? 我忙点头,哎,那你找朱贵和杜兴啊。 我想了半天,朱贵隐约能想起来,好像掌管南山酒店的,其实就是街头人,一有入伙的,就朝鲁尾丛里射箭,然后就人当初船来迎接呀。 我觉得这件法,得比花容好,要是没个准儿,就把自己人射了,杜兴就不太熟了,大概是副掌柜。 我问安道全,哎,他们在哪个帐篷住啊? 安道全摆了我一眼,我哪知道去,自己喊。 于是我扯着嗓子喊,朱贵,朱贵。 不远的工地上,有工人关切地问我,啊,朱肉有涨价了? 这时,一个帐篷的帘子一聊,未见其人,先闻其声。 喊什么喊啊,叫魂儿呢? 一个非常敦式的男人走了出来,他嘴上虽这么说,但脸上笑盈盈的,流着胡茶子,看上去格外有亲和力。 一看就是那种在社会上滚出来,特别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买卖家。 他见是我乐呵呵地问,找我有事啊? 我说,打算让你重操就业,开酒馆。 进来说,朱贵把帐篮掀开让我进去。 我一进门,正和一个坐在地上的精瘦汉子碰了脸对脸。 这人长得抽搐了,大眼珠子皮肤干缩,跟指环网里那个咕噜似的。 我是没开天眼的,要不肯定以为又活见鬼了。 他手里拿着一杆圆珠笔,正在一大堆纸上写着什么。 朱贵给我介绍,这只杜兴,绰号鬼脸儿。 我忙招呼,杜哥哥好,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呐。 杜兴长得丑,人倒是很不错。 说,坐吧兄弟。 然后把手里的纸给我。 我一看上面用繁体字写着高粮若干,水缸若干,木板和绢纱若干。 问他干什么用? 杜兴说,我打算酿点酒喝。 我鼻子一酸呢,说,都是兄弟慢带各位哥哥了。 我这就给酒厂打电话,让他们把馆子接过来。 我心说,梁山的人脾气势大呀,这才两天没买酒喝,就想着自己酿了。 他们要觉得钱不够花,也自己动手风衣足食,那哪只杜兴摇头的? 你们的酒太难喝了,甜的太甜,辣的太辣,哪如我们的三碗不过港啊? 我吃惊的说,三碗不过港? 那不是武松? 对,就是武松哥哥过景阳岗时喝的那种酒。 他上了梁山以后啊,还是念念不忘的,我们索性花重金把那酒的配方买了自己酿的。 我拿着他开的单子,疑惑的说,你真有把握,别浪费两车粮食酿出来的东西,再把眼睛喝瞎了。 杜兴说,问题不大,现在主要是没有现成的酵母,而且天气太热,酿出来以后啊,容易变馊。 我掏出两块钱,压在纸上,说,这事儿还是你们看着办,买东西就让那个宋青兄弟张罗一下,现在咱们说咱们的事儿啊。 朱贵跟杜兴解释说,小强想让咱们帮他照看饭馆。 杜兴有点犹豫的说,咱们来了这儿可是为了玩的,怎么又干活儿啊? 朱贵点点头,对我说,跟我想的一样啊。 我忙说,不用你们干活儿,那其实啊,也不是个饭馆儿,就是专门喝酒取乐的地方。 一到晚上,漂亮美美可多了,偶尔啊,还要挑燕舞的,而且白天啊,你们爱干嘛干嘛,不用开门。 朱贵喃喃的说,白天不用开门儿。 然后,他和杜兴异口同声的问我,你也是开黑店的。 我踉距几步,才勉强站稳说,呃,你们可千万别误会啊,到了那儿可不敢往酒里对东西啊,要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上帝,呃,看成你们的宋江哥哥。 杜兴,横眉冷对的说,看见不顺眼的,能打不? 他还看别人不顺眼,场子跟个一踢似的。 不能打,那场子又不是咱的,而且你俩去了以后啊,也不是一把手。 专管把刘老六带来的人送到这里来,除此之外啊,咱去了就是明哲保身,有挣钱的活我们来,背黑锅的他们去,我这么说,你们明白了吗? 朱贵乐呵呵的说,哈哈哈哈,我明白了,你开的店呐,不黑,人的黑呀。 最后,说好朱贵和杜兴,一会儿跟我走,我还得去看看工地上的进展情况。 几栋主楼已经出了规模,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干着,赖子的流氓工人也都搬砖送瓦的,见我来了干得更卖力的。 这个工程不但救活了好几个施工队,还从火坑里拉出来不少流氓啊。 赖子正和一个工程师站在一起指点江山,那工程师戴着个安全帽,大概四十岁上下年纪,说话很牛气,在那儿训赖子呢。 你看,我让你把食堂往后推十五米,对吧?啊?要不宿舍楼一起来,就给食堂堵上来。 大礼堂当然是往东边盖了,紫棋东来,懂吗?就像梁山的巨大厅就是。 我上去拍拍这个人肩膀,客气的说,呃,这位大哥是,赖子抢先说,哎,这不是你请的老师吗? 抢哥,我才服务来啊,你这是,人才积极啊,要不是这位理工指点,格局什么的就不用说了,起码得窝工一个月啊。 理工,这人戴着安全帽,我一下没认出来,但仔细看,想起来那天接战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来着。 这位理工在我耳边低声说,青年湖,李云,梁山专管修建房屋的。 难怪,梁山多少万人的房子,他都能给安排的妥妥贴贴,美轮美奂,这小小的一个学校就更别说了,他是没敢对时候啊,要早来一两年就没鸟巢什么事儿了。 李云告诉我,学校再有半个月就能入住了,他现在已经在计划校园规划了,甲山,小桥流水,都给弄上。 我本来还想啊,让他给我弄一个梅花庄,不过既然没听他说,估计宋朝啊,还没有这个东西,那就是后一步的事儿了。 我跟卢俊一打了个招呼,带着朱桂和杜兴上了摩托,朱桂坐斗里,刚要走,戴宗也来了,说要进城买双鞋去,我让他坐在斗子后面,用腿夹着朱桂不至于掉下去。 阮氏兄弟,早早的就想让我们带他去找水进来,晚来了一步,一看摩托已经被建大成这样了,只好约好,下一次一定带他们去。 我在小路上开了一阵,农民们见我们四个这样啊,也不以为奇,据说村长儿子结婚那天,用着摩托接人,一次最多带过七个。 还不算司机,那七个人,以惊艳的孔雀开平之势,横行相礼,最后得了一个绰号,叫葫芦兄弟。 上了公路以后,我们开始被人耻笑,戴宗最后实在受不了了,说,我还是跑着吧。 我停下摩托,等他在腿上打上马甲,开个五十多麦,他居然不当回事啊。 我边开车边问他,哎,戴哥,照这个速度能坚持多长时间呢? 戴宗悠闲地跑在我边上说,饿了就跑不动了,我就是他烧粮食的机器,也叫发动机。 我被他逗乐了,那你最快能跑多快啊?活动开了能上一百,不过坚持不了太长时间呢。 我笑着说,那你可注意超速,城里限速是四十,你撒开了跑,小心被警察逮着啊。 戴宗呵呵地一乐,抓住大不了没收交通工具,把我写给他,全有了。 我大笑,看来这经常运动的人脑袋就是灵光啊。 这时,一辆日产泥桑从后面赶上我们,那司机一进戴宗,眼珠子直接从左驾驶上贴到右玻璃上来。 他跟了我们半天,我挥手示意的快滚,这小子从我们比了一根钟指,一踩油门就跑了。 戴宗骂了一句,撒腿就追啊。 我是跟不上他们了,这摩托跑到六十脉,就能哼哼出来,抖来咪发扫拉西来。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车和一个人跑没影呢。 我追了将近十五分钟,见前面路口,那辆尼桑停在倒边。 两个警察表情严肃地站在那个小子面前。 那小子指着马路对面面带微笑的戴宗,拼命地辩白什么。 两个警察对视了一眼,迅速掏出了一个酒精测试仪来,命令他, 吹! 我,朱桂,杜兴,纷纷冲地竖起终止。 哈哈哈哈,给,你个王八小子。 我们和戴宗在进城的路口分了手,我现在很觊觎他这身本事啊,问他能不能教我。 戴宗捏了捏我的腿,说,教你半天,你也就啊,能比一般人跑得快点。 你这腿跑得太快,容易磨没了,一个东西速度上上了一百脉,一个跟头摔出去,它比挑远运动员都远。 所以那句广告词很对啊,假如我能跑得再快一点,我想我会飞。 戴宗的意思是我身体硬件不行,就像把磁悬浮那套理论用在夏立车上,行不同一样啊。 所以那句话也很对,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,必先苦其心智,劳其筋骨。 这好比让一个从小深受儒家思想毒害的孩子,一进社会就像我这样死皮没脸的,也很不现实一样。 我想起一个事啊,得先给朱桂和杜兴配俩手机,我还想把我现在用的这个蓝屏送给他们呢。 但两个人一番谦逊的谈话,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。 他们说,啊,像素不用太高,一百三十万就行。 到了上次那家二手手机店,我给两个人买了两部那垫子里面能买到的最好的手机。 期间我打电话让陈可娇先到逆时光酒吧准备一下。 那个店主一见我用的还是他那个镇店之宝,有点激动的说。 哎呦,哥们儿,你可太讲究了。 给朋友都买那么好的手机,自己还用这个,好用吗? 我说,蛮不错呢,好像还有几个件是零的。 店主有点脸红的说,有时间我给你问问,厂家好像在回收这种古董机呢? 我知道现在都没有换手机的原因呢,其实很简单。 现在怎么说,我也算个有点小钱的人,得花时间好好琢磨一款,适合我用的。 包子他们老板一直是我的假想敌。 为什么同是男人,我的女人只能给你打工啊? 回头看,她已经不是个儿的。 不就月收十万吗? 我一没留神,就养了个敌宝二十万的酒吧。 以前包子给他干活我憋去,现在就算体验生活了吧。 我打算呢,忙完这一段呢,就跟包子开诚不公的谈谈。 穿越客户的事,当然还不能告诉他。 但至少我可以跟他说,他的男人现在能养得起他了。 也能给他买辆车,然后牛逼哄哄的叮嘱。 车随便撞,只要人没事就行。 虽然金少妍的是法拉利,我顶多呀,给他买辆QQ。 鉴于本地房价原本就不高,再加上地震的影响,我决定,我也买个带小楼的富士小别墅。 我们开着QQ路过小区门口,保安扒得一例正,特别严肃的安顿我们。 请您小心驾驶,期盼您的安全归来。 透着那么推心制服啊,我们也趴在地板上看书,我们看花花公子,我们看香港版的花花公子,我们看吃到几尼亚版的花花公子。 那时候啊,我们的房子干净的哪儿都能做爱,我就像加利福尼亚的种兔一样,到处都是我的战场。 我买超大屏幕的背头电视,我装家庭影院,我在剃脚线上装一排排的小喇叭。 那时,我们看岛国版动物世界,那叙事性不强,但很抒情的涌叹充斥着我们的耳朵。 呀么的,一个,一个,想着都美啊,想到这儿啊,我才发现,我老想这些情节啊,是因为我跟包子真的很长时间没有亲热了。 这在我们这个年纪,确实很难做的,怪不得安道全说我肾没有问题,说到肾,我认识个哥们儿,肾好得一塌糊涂。 二十岁出头,跑去深圳拍了两年毛片,大前年结了婚,但至今未愈演,身理机能没有任何问题,就是习惯在最后一刻,抽身就走。 我和陈可娇约在两点,在酒吧见面,我到了那里是一点五十五,我把摩托停在门口,领着朱贵和杜兴走进酒吧。 如果是平时啊,这个点是不开门的,看来陈可娇已经吩咐过了。 酒吧不但门开着,而且所有员工都到了,现在正在把桌椅板凳翻起来打扫卫生,大顶灯亮着,阳光从门外照进来,我还从来没有在这种光照条件下观察过一个酒吧呢。 朱贵一进门,就指着休息用的卡尖说,这墙砸了砸了,宽敞,然后指着零五台,立台外外摆去,搁这多碍事啊,砸了砸了。 我说,我让你来是看店的,不是让你砸墙来的,一会儿别乱说。 酒吧里一个特别精神的小伙子,面带微笑的招呼我们做,还给我们美人端了一瓶橙汁,但是看样子啊,他不是这里的经理。 做了刚一小会儿,陈可娇昂手挺胸的,推门而入,我一看表,整整两点整。 嗯,陈可娇这一次,穿的比前两次都正是很多,女士圆领衬衫,米色开金套装,胸脯显得饱满而有弹性,被线条绷起来的衬衫啊,看上特别韵铁,让每个男人,尤其是我,都有一种想狠抓两把,把他们弄出褶皱的欲望。 他见我们已经坐在一边等他,脸上又露出了那种赞许的笑啊,从我们微一点头,就算打过了招呼,然后拍了拍手。 所有的员工,很快就聚集起来,排队站好,我也带着诸杜二人走上去,陈可娇望着他的员工,脸上忽然露出一丝很难察觉的复杂表情。 腾锡中带着欣慰,就像一个贫穷的母亲把孩子送给了淹石的人家一样。 沉默了几秒钟,这个女强人马上恢复了丛种,她一直我,翠生说,介绍一下,这位肖先生以后就是你们的心, 你们好,我是陈小姐的朋友,我很突兀的插了一句,然后把手插进兜里,表示对打断陈可娇,说话。 很抱歉呐,陈可娇看了我一眼,我明显感到了她的情绪波动,她接着说, 至于这两位先生,以后就是你们的副经理了。 我看出陈可娇,对叫不上他们的名字颇感冒昧,然后一推朱桂。 自我介绍一下。 朱桂往前站了一步,以宝全乐呵呵的说,朱桂以后大家都是兄弟,有事之声。